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4赛季已经开始了四战赛事 国宇夺得了七个冠军 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 例如女单组目前的整体状态并不是很好 混双组遇到的挑战也在增大 因此为了及早发现问题 教练组决定利用有限的春节放假期间来去尽量解决问题 今日 陈宇飞通过个人社交媒体也透露了她目前正在训练 春节没有放假 新赛季以来 女单组是所有单项里面成绩最差的 因此 作为领军人物陈宇飞自然渴望能够带领国宇取得新的突破 尤其是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 他们自然希望能够取得好成绩 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国宇在结束春节训练后 部分球员将于2月下旬参加亚团赛和德国公开赛 大部分主力将于3月份才开始新的赛程 也就是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去调整状态 养好身体 所以国宇最后决定利用2月份的春节假期来好好训练 我们相信运动员通过刻苦训练 一定能够不断进步 取得好成绩 过年啦 国语人家的年夜饭 有你爱吃的吗